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这个格式 我先把它恢复一下 其实如果我们假设要用条件的话 那这个圣定格式要条件 你可能要先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你要先告诉他 你要判断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你要判断的范围 你要先选给他 所以只要是日期的范围 你就要选起来 所以从A2 向右 向下 这个就是我要判断的范围 第一个告诉他说 你帮我 就有点像跑回圈的范围 就是只有这个范围 其他范围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是 他会从A2 一直走 走到最后一个就对了 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范围请你帮我新增一个规则 只要那个规则 它的条件符合我要的逻辑的话 那你就帮我做什么格式设定 这里的话 当然新增的规则之后 使用公式来决定 接下来公式把它打在这里 那什么叫公式 实际上就是像内建的函数都可以打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边打一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week day 所以我如果要判断 礼拜六 礼拜天的话 我讲过 有一个函数叫week day 刚刚有用到的 那刮斧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你要给它什么呢 你要给它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是说 请你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帮你检查 那如果你跟他讲说A2 他就从A2一直检查到最后一个 那检查的话 所以这边我就输入那个A2 才在我这边 A2 给它 然后后挖5 等于week day 后面记得还有个等于 前面的等于好像是丢到前面去吧 后面等于是两边比对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多少 等于假设礼拜六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 因为美国人的观念嘛 他第一天一定是 一的话一定是礼拜天 二的话礼拜一 那最后一天礼拜六就七 OK 你就大概这样记啦 因为他其实里面有一些什么 履称态 我有欠意还是不要用 因为反而用了之后容易搞混 OK 所以干脆呢 用美国人观念 他礼拜六是第七 所以底下的话有个格式就变什么格式 比如说我今天就用字的话 假如变深蓝色的颜色 填满的话 变成深绿色 淺绿色 按确定 就这个格式 如果按确定的话 看一下会不会成功 然后这边把公式复制一下 因为等下礼拜天公式一样 所以按确定 你会发现后面就改了 再来一样 新增规则 使用公式 那礼拜天的话 我一样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只要改成什么 1 对不对 然后圣令格式的话就是填满就底色 黄的 4 变成红的 OK 然后按个确定 实际上就OK了 他就从这个储存格一直跑跑跑 检查一下 这里面是1 是的话就格式下面的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功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好用 而且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所以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1 请你记得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然后再做新增规则 另外当然你可以把它加上去也可以把它清除 清楚可以从这边把它清空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等于 Weekday 刮斧 A2 从 A2 开始帮我检查 希望 不用刚刚的那个方法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新增规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用 VBI 来做的话 可不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付出比较多代价 就要把辞职写出来 按下它 就可以walk 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弹性比较大 以后你可以跟其他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你可以一键完成整个年历 然后再把它格式化 再做一些效果 反正就是一直连续可以做很多事情就对了 只是说要怎么设定格式化条件 并且把它还原 所以我就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假设你拿这个Ctrl 建议啦 因为如果你用刚刚那个来 直接改 那你改完错了就错了 所以建议是复制一个Ctrl 键按住 把这边 记得第一个复制一个新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并且把这里面的格式拿掉 并且把这里面的格式拿掉 所以清除里面这张工作表 把它恢复 那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在这边用 VBA 写 那 VBA 要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呢 我DEMO 一下 就刚刚讲 这样子 还原 那其实它的原理文字很简单 就是 for i 等于第2列 到第312列 不过除了 i 之外 还会有一个什么呢 蓝 蓝的话我用 j for j 等于 不能用那个数 不能用文字 你只用数字 所以 1 到 12 因为刚刚有 12 个月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一个初春歌 一个初春歌 所以一个初春歌 一个初春歌 叫 sales i 到 j 挖湖 那如果用 weekday 来判断 所以我基本上我的程式怎么赚写 一 一样开发人员 二的话呢 我直接在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样模组啦 所以 这个模组因为刚刚已经有加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然后插入一个什么呢 sub 名称呢 叫做 那个格斯化日期 接下来的话告诉他说 我的那个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要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是什么 一个回圈是列 一般习惯是列 列用 i 等于 第二列到 第三十二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接下来要处理蓝的问题 所以未来你们可能会遇到 相对更复杂的 就是除了列之外 还有蓝 那蓝的希望 我希望用那个 j 等于第一蓝 到 第十二蓝 特别注意 那个 j 里面的值 你不能 for a 到 l 不行 不能用文字 所以他只能用数字 那你可能要转一下 接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 如果什么呢 第一个 当然里面不能是空的 所以你可能要避开空的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行 我可能会写的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行 我可能会写的 如果 那个里面的资料 sales i 列的追栏 其实就指每一个 出称格啦 用 i 跟 j 来代替 如果不等于空的 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如果是空的呢 就跳过就对了 and if 这样 这行叙述指的是 一定要有资料 如果没有资料 你进来会发现错误啦 再来的话 再判断什么 如果 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所以 一样把这个如果 再叙述一下 如果那里面的资料是礼拜六 特别出于 VBA 里面一样有 weekday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打一个 VBA 点什么呢 点 weekday 第一个 W 这个就出了 weekday 那 weekday 用法其实跟那个什么 跟刚刚那个一样 刮胡一下 如果这里面的资料的礼拜 这个刮胡之后 假如等于七的话 后面这个拿掉 这不用 因为我复制上面的 然后呢 end if 一样 先结束一下 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做什么 就是这个叙述而已 那如果礼拜天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 礼拜天的话 就拿这个 复制下面就可以 再除礼拜天 不过 然后也一起来 那我要做什么呢 如果是礼拜六 那我就把里面的资料的颜色 变更为 比如说底色 那个 接下来就是字的颜色变绿色 所以我就这样 打一个 sales 刮胡 本来是刮胡先打 不过我建议刮胡就来 因为你如果加了刮胡之后 你再点下去那个相关提示不会出来 所以我的习惯是刮胡先不要打 最后再打 字的颜色就 phone color 所以你打一个 phone 有没有 phone就是字型的颜色 风点 color colour就是颜色 就是意思说我要让字的颜色变深绿色 深绿色的话 特别注意 以后你只要遇到就是说你要变更颜色的话 在VBA里面一定要记得一个函数叫RGB 对 反正以后要颜色就RGB就对 那R就红嘛 红绿蓝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什么颜色呢 深绿色 可是如果今天不知道深绿色怎么调 其实有个方法 常用里面有个油漆桶 油漆桶旁边有个什么 其他色彩 那其他色彩 你可以选一个那个深绿色这个 假设这个好了 然后按个字定 它是什么颜色呢 51020 不过有时候我记整数了 50110好了 OK 假设这样了 那的话有时候太难记了 50110 那我就可以把那个50110怎么样 填到这边 50110 这样的话就深绿色 那浅绿色的话呢 一样的方式 就是这边点一下 那其他色彩 浅绿 好 其实 反正随便找一个 那就是 好 好 好难记哦 随便200好了看看 假设吧 200 200 这样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要让它漂亮 反正就记得就好 所以RGB如果浅绿色的话 那特别是要 再来就是记得打完之后再把它加一个 i跟追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 你打这个 它就不出现 那这个是字的颜色设定 有点像我们调油气筒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底色 底色的话就是Sales 是电 iintero 在这里 intero color 就是底色啦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调底色的话 就intero color 等于什么呢 RGB 然后呢我刚刚是200 0.255 0.200 好这个就浅绿了 然后最后的话再把Sales 加进来 那这个是礼拜六 礼拜天呢 Ctrl C Ctrl V 贴上 这边就礼拜天 礼拜天等于多少 等于E不就好了 那把颜色改一下 如果 里面的储存格是 礼拜天的话 那帮我把什么呢 字的颜色改红色 那红色很好记啦 其实就恶物 其他就是什么 都零就好了 有没有 红色嘛 RGB 那他最大就恶物 最小就零 那 底色如果是黄色的话 黄色也蛮好记的 红配绿 就是 红色是全部 绿色也是全部 没有蓝色 OK 其实为什么不知道 这边游戏同 有没有 这个颜色嘛 其他色彩 黄色对不对 制定一下 255 2550嘛 OK如果你不知道颜色啦 这个方法还蛮简单的 那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OK 他看得懂吧 所以我这边的话 基本上 那这样 4i是列 2到32 4j是1到12 记得 这个可能要按Tab 这个Tab这个说牌一定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话 说真的看起来完全是 非常的难阅读 这个是指的是 如果里面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一定要有资料 像底下有一些储存歌好像是空的 那这个空的就跳过了 就跳过跳过跳过 如果遇到什么了 如果遇到这个储存歌里面是 它的储存歌里面的值是 等于是week day 等于7 就是礼拜六 那就做什么 涂这个颜色 涂这个颜色 这个phone color指的是字的颜色 这个是深绿色 这个是浅绿色 那礼拜天是等于1 这个是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OK好 程式写完了 大概这样应该看得懂 应该没有太特别的东西吧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这边按一下 完成 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清除的话 怎么样把它还原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那个格式化可以跑回圈 但是如果还原 我是建议 你干脆呢 直接用range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都一样的嘛 所以你如果 都一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跑回圈 刚才说 从A2到L32 它的颜色呢 帮我恢复成黑色 所以呢 字的颜色变黑色的话 就phone color 所以 一样用range 然后打一个phone color phone 点color 字的颜色 等于黑色 RGB 黑的话怎么表示呢 都没有的意思 000 OK 那白色呢 对252525 OK应该可以理解啦 反正以后你在VBA里面遇到颜色 就记得RGB就好了 那RGB 调颜色基本的颜色大家知道了 其实不用调花窍 因为这个不是用来做像photoshop 所以基本颜色知道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 intero color 特别注意哦如果本来颜色要拿掉的话 记得 这边要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没有的话就xl 没有 那就OK了 这个叫没有颜色 OK 把原来颜色 改成没有 那就恢复 所以 就用range 就OK了 以后的话 没事就不要用 回圈 因为 浪费时间嘛 因为我们之所以上面会用那个回圈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要把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抓出来 做判断 那下面不用啊 全部恢复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 做完之后呢我就可以 格式化 全部OK 好吧 然后格式还原 这样OK 那你会发现还原比较快 一下OK 因为它全部嘛 那格式化变成一个一个 但因为我们这边电脑还蛮坏的 不然之前有些旧电脑按下去 感觉有slow motion的效果 给大家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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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地方的用VBA格式化 的程式撰写 最后当然我在云端上是有加了一些 注解 不过 刚刚是没有注解 最后最好是 自己再加上注解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 所以理论上 好像未来其实VBA里面 最常被应用到的其实就回圈加逻辑判断 所以你会发现蛮多地方 回圈加逻辑判断 写来写去 好像都一定会有 回圈加逻辑判断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就是把它练熟 另外 还原用range 如果说没有特别要判断的 你干脆整个全部变一样的 格式 就OK 全部 那就用range 试一下 好